很多人水耕菜都会担心蚊子的问题 这个也是蛮大的问题 刚才我就尝试的拿这个杯 是有这样的洞 应该是 我没有放种植杯可以是可以 就是有时大风它就是吹来吹去 还有一个是人家担心就是 水会飞蚊子进去啊 所以你看蚊子一定应该是一定有啦 是吗 每个人担心都是这样子 但是我刚才 我想处理到这个 比较每个人担心的问题 我试的如果没有放种植杯 都是一样能长啦 但是有大风它就晃来晃去 然后刚才想这个 因为刚才那个根部比较没有那么多啊 我选最小的 然后把它放进来 这样子咯 给它根部在下面长咯 然后这个 这里完全就没有动 就是蚊子就飞不进去的 如果这个方法可以处理掉 蚊子的问题是更好 如果这样子可以的话 这个杯要再去订回来了 因为我在EON买好像是 十个是两块九 我好像在网上有看到 十个好像是一块九而已 等一下上网找一找看 这个杯不错 这个洞是 我开应该是45mm的洞 这个方法应该会很好的 然后 没有空间 铁蚊子飞进去 然后根部 它会这样长 我有看的 它根都是长在以下而已 好像这些根 它长比较满的 对酒比较稳定咯 来 我这里弄到这里嘛 把这个杯顶到这里就可以了 然后根给它下面长 这个方法应该是蛮好的 这样就要再去订这个杯回来的 有时候玩的时候 再一溜再改 如果下次可以的话 就是苗 下来根没有降多的时候 直接放这个杯 放在首后期先 然后长大一点 才把它移过来前面 因为首后期 那个基里只有三寸 这个是基里有 已经有五寸半了 这个杯 把它放到这样子咯 反而这里都没有长根的嘛 这样应该是会更好 这样等一下上网找一个杯 这样如果这样子可以的话 就不怕蚊子咯 然后水耕每个会担心就是蚊子的问题 如果下次种的话会肮脏 有肮脏啦 就是起码已经解决掉蚊子的问题 因为我后面全部都有风了 应该就没有可能飞进去 然后之前是用这些杯 种植杯 这些都有空间蚊子都会飞进去的 全部都是洞 应该可以啦 就是下一批就开始了 再订这个种植杯回来 每样都尝试 然后没有用种植杯都可以 因为在室外啊 又没有盖着啊 好啦 上去楼上 上网找一下这个种植杯 我以前有看过 好像SERCLE是一块九 我在EON买SERCLE是两块九 好啦 就个小就 谢谢大家